失智症 不用怕失智症 认识以后老师就不会失智症 来 为什么呢 你看都治好了 戴帽子 然后做一个失智症 你每天坐10秒钟 你绕临终不会失智 就吸鼻动作 这样 虽然很丑 没关系 怕丑就回家坐 鼻腔有弹 睡觉的时候倒下去 渗入脑部 包裹了脑部的 叫做海马回的记忆区 这个就叫失智症 那如果你 这里有弹 那你不是正睡 你测睡 你得到叫做阿滋海默症 所以鼻涕 咬到中 就叫做失智 咬到边 就叫做阿滋海默 你听到吗 用你最大的力气 把气涂光 我们标准做一遍 把气涂光这样 然后用最大力气 你如果这样 这样没有用 这样吸到往生还没用 你要这样 看这里 这里会痛 这里会痛就对了 这个就表示你的气 冲到上鼻腔了 我告诉你 一个失智四年的老太婆 我叫她这样吸了20分钟 当场清醒 因为她还听得懂指令 她女儿来找我看病 我说老婆上 你听到我讲话吗 你说 我说你在那边闲钱 没事干 你这样 她就这样 我告诉你 我还帮她女儿看病 20分钟以后 跟她女儿讲 她女儿说 阿哈 阿哈 我怎么在这 这哪里 你怎么带我来这 她女儿一看 妈妈你怎么醒了 失智四年 就在那边 20分钟 一毛钱也没花 这么简单的东西 我们为什么让她失传了 好我们往下看 你看 这个是什么 失智症 痰 蠻吐出来了 吐多少各位知道吗 一脸盆 这个用脸盆 我们很多失症的人 在治疗过程 本来都蛮优雅的 拿个卫生纸这样 最后都拿脸盆 要噴一面烫出来就好了 汤都出来 真的就这样 她妈妈已经好了 好帕金森 我们讲快一点也是好了 这瘫痪也能走路 这海马茴 我们看一下 第三个案例 脑血块 这个脑部血块 中风 也是可以好 好 这个最神奇的 叫脑萎缩 这个老太婆85岁 跌倒肋骨断掉 插进肺 就肺缺氧造成脑萎缩 这个在当今的医学界 绝对跟你百分之百讲没救 谁跟你讲没救 脑萎缩 脑细胞还是可以增长回来 出院50天 以前已经恢复到睡觉前的状态了 就这样 本来是傻傻的 你跟他叫他没反应 最后就这样了 尤其戴那个共振帽 很多失智的老人 今年过年 每次过年 就很多人 feedback给我 你看他妈妈 以前妈妈失智就在那边 全家人也就 好妈妈你没事就在那边 结果今年呢 那个电话在那边响 他妈妈说 你是臭人 他也没人去听电话 哎呦 我失智的妈妈会骂人呢 这种事我们听太多了 戴共振帽 做那个吸鼻运动就可以 好所以没有什么病治不了 来看一下黄斑病变 如果医生跟你讲 你讲你黄斑病变 我告诉你 黄斑病变在共振医学 治愈率不是百分八十九十 是百分之一百 我可以这样跟你讲 因为这是最简单的 我们今天为什么黄斑病变 会变成不治之症 是因为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我们的方法失传了 方法不见 题目就无解 跟做算术一样嘛 解题的方法不见 这个题目就叫无解 所以黄斑病变的 这个最简单的 失明十年重见光明 失明十年喔 他花了台币 大概八百多万 没有自豪 已经失明十年了 听我演讲以后 反正眼睛也看不到 再戴个眼罩也没差 对不对 他居然相信 一个八百五十块的眼罩 戴上去 可以治好他的病 所以这个人本身就不简单 八百万没有医好 让八百五十块治好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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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